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《女人不哭》? 里面有个角色张子军,他是由田海荣饰演的,在里面是个贤惠的角色,现实也是散发着满满的女人类的女星,他在之前也演过不少电视剧,像苗翠花和李小环中的李小环,还有《浪漫女孩》里面的存晓晓,不过他和路易那段四年刻骨铭心的爱情你们知道吗? 当时还被吵得不小,当时是路易的追田海荣,并且一追就是追四年,看来路易也是一个痴情的人呀,不过最终两人还是分开了,后来路易取了爆垒,而田海荣就嫁给了一个大富豪,之后生下了一个女儿,但是命运总爱跟人开玩笑。 三年后,他的丈夫因为经济罪被抓进去了,他的丈夫在狱中很快就病死了,如今四十二岁的田海荣独自带着女儿生活,成为了一个坚强的担心妈妈,前段时间还带着女儿宣布付出,为了养家也是不容易啊,祝福他以后会越来越好吧。 。 。